经过去年香港社会现象 社会黑暴事件的影响 加上今年头五个月疫情的影响 那么香港经济进入了一个深度的衰退的状态 那么青年人就业会面临着很大的难题 那么已经香港的失业率5.4% 已经是创了过去十年的历史高峰 当然我也提了一条 对香港的港澳的居民 未来参与大湾区建设 能够享受大湾区市民的待遇 那么这一条将有利于香港的年轻人 那么香港的同胞 包括澳门的同胞 能够进一步参与融入大湾区的发展 在大湾区的发展中 调整香港社会的经济结构方面的矛盾 同时也为他们自己 那么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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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